昨天的关于清理场外配资证监会再次发布通知 通知要求各证监局应该仔细甄别确认涉嫌场外配资的相关账户 要求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按照既定部署开展清理整顿工作 积极做好与客户的沟通协调 不要单方面的解除合同 简单采取一段了之的方式 那证券公司应当与客户协商采取多重依法合规的承接方式 也就是说场外配资清理工作将不会停下 截至9月16号清理3577个资金账户 占到涉嫌违法账户的64%